制造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是真深难忘的 我叫孙泽宇 是2014年本科毕业之后 去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组织的研究生制教团 当时是前往了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交授高二的生物 如果说制造生活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是换为思考 当自己做了老师之后呢 与你的一言一行就会从家长或者父母的角度去出发 想让学生更好地去成长 第二点想说的就是珍惜当下吧 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偶尔也会有追头丧气的时候 但是想想当时支教的那段时间 那里的生活其实条件比较艰苦 但是自己每天也是很开心的 和现在相比觉得也就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第三点就是互相成就 支教对于老师和对于学生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对于学生而言 他们不光是通过你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也可以通过你的眼睛 通过你的思维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很精彩 对未来的生活抱有很好的期望 举一个小例子吧 当时我在理科班级有一个女生是很想当我的生物课代表的 在上学期间她就表现得很积极 后面我听说她从事和护理相关的专业 也不敢说是因为学了生物才去选择这份职业 但是我觉得起码这门学科对于她未来从事的这份职业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对于老师的一个成就而言 比如说对于我本身吧 自考问题其实会跟大家成熟了 变得成熟是一种内心的成长 因为就我自身的经历而言 在高中的时候也受到过外界的资助 看到销售的这些孩子 他们每次获得一定的成长 哪怕是说分数提高了一分 或者说在课堂上得到了老师的一次表扬 我都会从心底里替他们感到高兴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成长了 而他们每一次获得的这些成就 每一次进步一点 都会感觉我心里的那个孩子 他也在成长一点 变得更加的强大了